民眾黨的立場原本好像是兩好兩壞 是不是經過你們的內部民調之後 可能會變成兩好甚至四好的一個立場 會有改變嗎 第一點 這個也沒有什麼叫 叫黨的決策 當然就是這樣 台灣終究要走 我們如果把民主自由當作一個國家的基本價值 難道總統決定這樣 全國全部要統一嗎 所以多元開放 終究是一個 如果我們要認為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那它的前提是多元開放 所以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在黨員投票 投出來說70比30 那還是7比3 也不是100比0 所以100比0只有在北韓才會出現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民主國家本來就是 就是有不同的意見 也有少數的意見 所以我常常說我們 不要把這個國家全部變成是非題 甚至也不是選擇題 常常是深論題 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國家是一個深論題的環境 我們不配稱為民主自由的憲政國家